坦克曾经是无敌的战争巨兽钢铁洪流,所向披靡,以其厚重的装甲和强大的火力威慑着敌人。 然而,在俄乌战场上,随着战争技术的发展和反坦克武器的提升,坦克的地位逐渐发生了转变,坦克变成了移动的火靶子。 多种反坦克武器聚焦打击,使得坦克的生存率变得极其低下,特别在俄乌战场上被士兵们称为移动的棺材。 确实,很形象的形容,从俄乌战争实际情况来看,事实就是这样。 今天用在俄乌战争中的大量视频来给大家证明,同时给大家带来一定的视觉冲击,在俄乌战争的实战情况中,这一现象得到了充分验证。 大量视频记录显示,无论坦克的性能多么优越,造价多么高傲,各类导弹地雷,以及其他反坦克武器,以及步兵,间斜反坦克导弹,都可以轻松地将其摧毁。 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,许多时候摧毁那些造价高昂名贵坦克的,往往是成本不足一千美元的武器,它们甚至可以说不算是武器,而更像是可以装在口袋里的玩具。 今天视频我们不讲这个玩具,我前期视频里面介绍过这种玩具武器,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。 今天我重点介绍另一种步兵携带的当兵反坦克武器,间斜式反坦克武器,也很便宜。 不过,比玩具武器可能要贵一点,尽管这些兼斜反坦克导弹,在造价上可能相对玩具武器要贵一点单枚导弹的价格,大约在五千美元到两万美元左右,但仍然远远低于造价几千万美元坦克的成本。 然而,它们却在战场上展现出了巨大的杀伤力和战斗效能,这种导弹被步兵携带灵活机动,能够对准坦克的薄弱点进行打击。 通过先进的技术和设计,它能够穿透厚重的装甲,击中坦克内部的重要系统,迫使坦克失去战斗力。 俄乌战场的鲜活实力,现实证明先进的坦克在兼斜式反坦克武器面前就是活靶子,同时让步兵战士也能在战场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。 在现代战争中,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将持续塑造战场格局,兼斜反坦克导弹的崛起是对传统战争模式的重大突破,也是对坦克的现代战争地位的巨大挑战。 然而,战争的本质始终在于战士们的战斗意志和实战能力,这个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在朝鲜战争中就得到了充分的验证,现在间谐反坦克导弹的使用,让步兵在战场上焕发了新的活力,重新定义了坦克与步兵和飞机与步兵之间的关系,改写了战场的新格局。 在战场士兵从掩蔽处出来,用反坦克导弹攻击坦克,第一个导弹击中了坦克引擎舱,使坦克受损,第二枚导弹直接击中炮塌,只剩下一堆废铁,这辆坦克被摧毁时的样子大家见证了。 而另一个步兵突击小组也靠近另一辆坦克,发射了便携式导弹,导弹先向上飞行,然后急剧俯冲,坦克被摧毁,任务完成,便携式导弹已经成为最受欢迎和最危险的反坦克武器。 对于摧毁装甲车辆来说,那就更容易了,这里是又一个例子,三辆装甲运兵车开过来,士兵手持便携式导弹,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走在前面, 导弹击中后他停下来,这时士兵再次发射导弹,车组人员开始撤离装甲车,放弃另外两辆装甲车,步兵突击小组轻松地消灭了这些被抛弃的车辆,这是又一次成功的突击尝试真实案例,一对坦克和装甲车遭到反坦克导弹和炮火的袭击,一辆坦克决定支援他的队友,以评估局势,他停下来,这是第一个错误,立刻有一枚导弹击中了他的左侧, 紧接着,有人又发射了第二枚导弹,炮击击中了两辆装甲运兵车,俄罗斯人拉出了其中两辆车上人员,并进行了撤离,第一辆装甲车命中地雷停下来,旁边有一辆被便携式导弹击中的坦克,第二辆装甲车也被摧毁,该侦察小组被击溃,车组被对方炮火消灭,便携式导弹还能击落直升机, 你可以看到,这便携式导弹如何袭击直升机,便携式导弹能够击中距离2.5公里以外的目标,甚至可以击中超过4000米远的目标,很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,但这是个真实的案例, 坦克距离是2300米,被摧毁了,坦克和装甲车即使是在障碍物的掩护下,也很难躲避反塔克导弹的袭击,导弹通常从上方击中目标,而上方是最薄弱的装甲部位,你可以看到导弹的弹道,总是能轻易地摧毁塔克和其他装备,有时也无需爆炸,只需击中引擎,传动装置,悬挂系统等重要部件,就足以让目标宣告被终结,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大家看了以上的视频,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谢谢观看